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你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 我就是没有 我告诉你了我违法 我告诉你了我给他怎么着 给他一次裁员的机会 他能把公司送上热搜 本想借适用期不合格开除小伙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跟我讲法律 还说要去劳动局告我 嘿 我还真不怕 你跟我讲法律我就跟你耍流氓 我今天就违法了咋逼 我现在就违法解除 我告诉你了 我现在就违法解除 那咋按照法律办啊 对呀 我违法 你听不懂人话呀 人家都明确说是违法 你还跟他讲什么道理啊 这位女高管料定 小伙不敢把事情闹大 还一个劲地威胁他 咱慢慢打官司 我跟你说了 劳动仲裁一审二审 我有的是人我慢慢等你 你试试看 你两年半找不着工作 你试试看 没想到小伙没有走劳动仲裁 而是把视频发到了抖音 接受广大网友的仲裁 火 果然不到一天 女高管违法开除员工的话题 就被推上了热搜 网友纷纷指责高管 无视法律态度嚣张 迫于压力公司不得不发布道歉声明 女高管也被停职反省并严肃 对此五星打工人迈克阿瑟表示 这可真是高管裁员狂到逆天 你跟他讲道理 他就跟你讲法律 你跟他讲法律 他就跟你耍流氓 他就跟他讲法律